哈喽 我现在刚刚到这个民宿里面 然后准备给大家录视频 哈喽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我的 一些冬季包包 就是包裹一些 胯包啊背包啊上课可以用的包 大概一共有五个左右 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美妆 美妆视频和几件衣服 我们就先从 包开始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包长这样 哈 我觉得这个包可能已经烂大街了 我买这个包大概是在 前年也不知道是去年 就是那个前前圈书包 但是现在它真的接上很多人呗 这个配色就非常非常好看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包它好在特别实用 就是我出门不去哪儿都带着这个包 然后它能装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哦 但是这个包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能放到洗衣机里洗 看我这个地方被我妈扔洗衣机里 嚼嚼嚼成这样 它这个皮本来是浅色的软的 现在它就变成了这种硬的 好可怜 高端大气上档次 看下一个 下一个包是 这个胯包 变成他的软 但是里面有小黄鸭的这种 好像也有点烂大街 但是它真的非常可爱 它这个鸭子还会叫 然后它不算很能装这种胯包 但是平时上课肯定是够用的 我是暑假买的 各包里面还有 这样的夹层之类的 我里面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拉链 下一个包 这个包实在没法脑买的 它里面都是这种羊羔毛的 非常舒服 我觉得它反面这儿没有让我很难受 因为我拿着拿着就会拿反 然后它就是这种拼接的材质 平时秋冬杯的话非常好看 虽然它看起来其貌不扬 我对这种拼接的完全没有抵抗力 在每个包是出去玩可以背的小包 说到这个包 它真的被我社友和我的各路朋友吐槽过丑 我觉得超级可爱 这个背起来真的很可爱 它是这种超软的材质 虽然它的脸确实不是很精致 但是它背在身上的话 和秋冬的所有衣服都能搭配 这个地方是我的坏了 我是去年卖的 可以把它剪掉 但是我一直懒得剪 总之就是这个包 有人会觉得非常丑 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包的 下一个包也是一个比较烂大街的款式 就是这种包 我觉得秋冬 秋冬的话买一个这种包还蛮实用的 因为和和秋冬的衣服都能搭 它就和刚才这个羊蜜蜜一样 这种白色的毛绿绒的小包 冬天可以多买几个 这样子的 还有的包没有链接 这两个都是在美反倒家卖的 但是现在好像都下架了吧 一个是这个毛线包 非常有古着感 第二个是这个白银包 冬天穿衣服被这个也很好看 是毛线材质的 但是由于他们两个下架了 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现在包包就全部介绍完了 看一下我今天戴的是个项链 是不是很可爱 它是那种小熊的图案 小熊的样子 觉得特别适合秋冬的毛衣啊什么的 而且还很适合圣诞节 就是圣诞节的那些装扮和它的风格非常符合 静看一下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配饰 这个配饰 它这个配饰我是可以当作胸针杖来用的 其实它是耳环 它可以它可以夹在耳朵上 可是我没有耳洞 我觉得这种一套下来真的巨好看 这样应该是很好看的 可惜我没有耳洞 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眼影盘 这就是那个什么大理石才出的眼影盘 这个是我朋友安利给我的 它是不是超级美 然后它这个包装也巨好看 巨好看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就是那种亮片 可以提亮的这种颜色 然后别的颜色也都很好看 而且不是很飞粉 显色度也比较好 下面一个想给大家说的是 口红 这两个是橘朵的口红 一个是 字号是205和206 我的包装还蛮少女的 然后它的颜色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205这个颜色 它是这样的颜色 就是上嘴就是那种 番茄红 206是这种比较温柔的豆沙色 我觉得上嘴 206是那种偏紫的颜色 感觉像画面天黑了 所以光线 光线不太好 有点难过 205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番茄红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的 当下天黑了 有点照不出来 下一个东西是 这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可以说是 继续好用了 就是我上一期视频说的那只睫毛膏 它被我用完了 然后我就新买了一只 这一只也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然后它不是很贵 但是继续好用 就是它基本是完全不会苍蝇腿 然后睫毛也刷得很好 然后是橘朵的这块高光 它是灵溪好色 它是那种 比较白的那种 然后有粉色的偏光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只用过那种香槟色的 没有用过这种颜色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这块高光 然后今天我也用的是这块高光 虽然我的手机比较垃圾 找不出来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新买的美衣 这是名创优品买的 我又去名创优品买美衣了 这就是我朋友推给我 所以我才去买的 这名创优品买美衣 它就是这种特别细特别细 因为它特别细 所以它就比较好画吧 我感觉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技 你们会单侧挑眉吗 我来说一下 最近入的一些衣服吧 有些是我身上的这点 我觉得它就是圣诞风格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圣诞节 但是大家可以提前买起来 我觉得这个将别人做的实在是不太精致 但总的来说这件衣服可以买 因为它非常的便宜 它还蛮舒服的 但我觉得做工有一点点粗糙 下一件是 这件我都不想给大家推了 因为就是说很多人应该已经买了吧 没翻到家的小铃铛 然后我昨天晚上穿这件衣服去吃火锅 它现在上面全都是 特别的难尾 这件毛衣穿上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说吧 这个项链配毛线衣很好看 配这个毛线衣超级好看的 这件衣服的缺点就是有点大 还有就是它现在有一股 还是地狱的火锅味 对了还有一个小爱心 笔心 专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毛衣搭配吧 然后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件棉服 这是那种冬天常穿的棉服过来吗 它就是这种面包服的款式 冬天大家应该会常穿到这种棉服 尤其是对方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黄色的那种很好看 然后我没有特意搭配 是我今天正好穿的这个 这个鞋襪 然后这是上一次的那个小短铺 总之还是蛮好看的一件 年服 比较百搭吧 那外面的天已经彻底的完全都黑了 还没有吃晚饭 马上出去吃个晚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收藏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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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呢 拜拜 拜拜 拜拜